4岁的爱丽西亚正躺在重症病房里 医生刚刚告诉警方 孩子可能是被下毒了 孩子的阿姨觉得 这一定是弟媳妇凯伦干的 因为爱丽西亚是凯伦在三年前领养的孩子 她去年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自那之后 凯伦就把爱丽西亚当成了负担 整天虐待这个领养来的孩子 这是凯伦7岁的大女儿凯特 也就是受害人爱丽西亚的姐姐 凯特告诉艾叔 妈妈不喜欢爱丽西亚 早些时候 因为爱丽西亚在墙上乱涂乱画 妈妈便给了孩子一桶肥皂水 强迫她把墙上擦干净 因为爱丽西亚一直哭 妈妈就强行把肥皂水灌进了她的喉咙 直到爱丽西亚晕厥了过去 是下班回家的爸爸 将爱丽西亚送进了医院 不多久 摧毁祸首凯伦也来到了医院 她装出了一副慈母的模样 寻爱丽西亚的病情 爱叔没有给她客气 当场逮捕了这个变态的疯女人 凯伦一直说 警方误会她了 她很爱这个养语 什么虐待和灌肥皂水 都是大女儿编出来的 辩护律师也说 四岁的孩子经常乱吃东西 在无意中喝点肥皂水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这是意外 不是犯罪 就连丈夫也在不停为凯伦开脱 还说姐姐这是嫉妒她的妻子 才会撒谎陷害她 医生在爱丽西亚的胃里 抽出了两大杯肥皂水 再调皮的孩子 也不可能主动喝这么多吧 由于案发时 丈夫不在家 警方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大女儿凯特的身上 可她只有七岁 这个年纪的孩子 没有宣誓作证的权利 于是黄医生对孩子进行了评估 黄医生是权威的专业人士 他认为孩子分得清谎言与真话 所以他确定 凯特能够出庭作证 负责这些案子的法官叫做塔菲塔 出了名的傲慢自大 嚣张跋扈 他说这是他的法庭 黄医生说的不算 得由他亲自评估才行 还叮嘱发光姐 必须要在他的法庭上穿裙子 这另外跟职场骚扰有什么区别 七岁的凯特逻辑清晰 思维缜密 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 塔菲塔用审讯的口吻质问他 你懂宣誓吗 你分得清真相与谎言吗 你知道撒谎会有什么后果吗 如此强的压迫感 给孩子吓得够呛 他讨厌的离开了办公室 然后法官得出结论 这个孩子不是一出庭作证 可是艾丽西亚威里的肥皂水 与凯特的口供对得上 凭什么否定他作证的权利呢 在发光姐的强力要求下 塔菲塔还是同意召开了 庭审前的听证会 法庭上 辩护律师质疑艾叔的审问程序有问题 因为他心辱为主 认定了凯伦有罪 所以艾叔对凯伦的审讯很不友好 他甚至还警告凯伦 如果不说实话 就永远别想见到孩子 辩护律师说 艾叔既然能恐吓凯伦 自然也有可能暗示小女孩 她的妈妈有罪 关键法官压根听不见艾叔的任何解释 就直接同意了辩护律师的意见 排除掉了小女孩的口供 艾叔小声嘟嚷了一句 真是开玩笑 没有想到塔菲塔听见了 他质问艾叔是什么意思 于是艾叔因为藐视法庭 喜提包吃包住 发光姐找来了好友玛丽帮忙 才把艾叔从监狱里弄了出来 大家都知道 塔菲塔法官是个滥用职权的自大狂 可是想打赢这场官司 就必须顺着他来 这个不是非黑即白的法学院 而充满政治斗争的真实世界 很快到了正式庭审 发光姐起诉凯伦意图谋杀 这是他和大众陪审团 共同商议的结果 于是辩护律师申请放弃陪审团宣判的权利 也就说 从这个开始 陪审团没有资格决定凯伦是否有罪 只有法官可以 发光姐当然不同意 因为塔菲塔法官明显在偏袒被告方 你是在质疑我的公正性吗 既然如此 塔菲塔也懒得装了 辩方说什么她都答应 面对法官的气人太甚 发光姐也不是好惹的 发光姐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 要求撤换塔菲塔 换个法官来审 塔菲塔从业这么多年 还是手次碰到敢起脸开大的 她说自己的公正性没有任何的问题 并当场否决了撤换法官的申请 玛丽认为发光姐太冒险了 官官相互懂吗 当庭羞辱大法官 约等一厢整个曼哈顿的法庭宣战 没有人能挑战大法官的权利 就连仲裁小组也不行 这就是他们的司法体系 二叔找到了新的证据 记录写示 就在今年二月 凯伦还想把爱丽西亚送回儿童福利书 既然她这么爱孩子 又怎么会想把孩子送回去呢 凯伦解释 她也没有想到领养爱丽西亚之后又怀孕了 每天照顾傲逮捕的双胞胎 让她心底焦脆 于是她觉得 把爱丽西亚送给孩子少一些的家庭会更好 她是真的在为爱丽西亚着想 凯伦接着脚辩成 爱丽西亚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喝的肥皂水 直到孩子晕过去了 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发光姐觉得简直可笑 医生宣读了爱丽西亚的病例 孩子是肥皂水呛入双肺 最终因为窒息导致的昏迷 也就说 爱丽西亚在昏迷之前已经剧烈咳嗽 呼吸困难 甚至呕吐了好几个小时 而这期间 凯伦一直都在孩子的身边 她怎么可能意识不到 孩子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凯伦对爱丽西亚的痛苦视而不见 一直等到丈夫下班之后 才把她送到了医院 发光姐还想问下去 可辩护律师和法官 却一直在打断自己 由于没有陪审团 接下来就成了法官的独角戏 她说自己相信凯伦的证词 孩子吞下肥皂水 只是一场意外的悲剧 于是塔菲塔当庭宣判 所有针对凯伦的指控都不成立 说白还挑衅地看了发光姐一眼 姨父你看我不爽 你可以去死啊 你瞪我干嘛 难道我会改嘛的样子 尚未者一旦有了私欲 公平就成了笑话 于是发光姐下定决心 哪怕堵上自己的视野 也要把这个自大的控制狂 拉下神坛 她还查询了塔菲塔 过去十年的判决 这货反复无常 卧室程序 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 其中有一起十年前的儿童中毒案 更是离谱 一位叫做西沃的母亲 将一岁的女儿送到了医院 婴儿当时昏迷 不停地呕吐 医生在孩子的血液中 化验出了胰二酸胰二醇 这也是防冻液的主要成分 后续法医还在孩子的大脑中 发现了一些结晶体 于是警方怀疑 孩子是防冻液中毒 当时西沃变称 他没有给女儿下毒 孩子是死于丈夫遗传性的基因病 可是塔菲塔拒绝遗传学专家上庭 直接判了这位母亲25年的刑期 当年西沃的辩护律师回忆 塔菲塔有阶级偏见 他会往死里折腾穷人 偏袒更有钱的一方 而西沃贫穷 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甚至两个孩子 都不是跟同一个丈夫生的 所以塔菲塔便认定了 西沃是个毒害孩子的当妇 当年被塔菲塔拒绝上庭的专家回忆 西沃的女儿 可能是死于一种 叫做MMA的遗传基因病 当年法医用粗糙的检验方式 在孩子的血液中 检测出了乙烯乙药唇 便错误地认为 这是防冻液的主要成分 可实际上 这种遗传疾病 也会产生一种 与乙药唇很相似的物质 其实只要再做个检测就行了 可是法官拒绝二次检测 就武断地判了这位可怜的母亲 25年的刑期 10年的冤语 让西沃被迫与最小的孩子分离 她本来都已经放弃希望了 于是西沃哭着同意了开关验尸 二次检测结果 确认了孩子其实是死于基因遗传病 并非是防冻液中毒 而她脑部的草酸钙结晶 实际是因为医院用了错误的治疗方式 给孩子注射了乙醇滴液形成的 也就说 是因为医院的判断失误 再加上塔菲塔的自大毒质 导致可怜的西沃 白白断了10年的冤语 发光姐带着这份迟来的检测报告 找到了玛丽 玛丽也当过法官 她绝不允许这种渣子给法庭抹黑 于是自告奋勇 成了西沃的辩护律师 她在法庭上距离力争 成功推翻了西沃错误的判决 为她争取到了自由 因为要避嫌 所以这起案子不是由塔菲塔审理的 得知自己的判决被推翻 塔菲塔嘲讽曾经的玛丽 不过是个小小的助理律师 她的法律生涯 可比两个女人加起来还要长得多 就在此时 发光姐收到消息 刚刚爱丽西亚的姑姑顺道来探视孩子 发现四岁的爱丽西亚居然死了 凶手正是凯伦 这次凯伦再也没有了狡辩的机会 因为孩子的身边就她一个人 事件结果确定 孩子是被枕头勿死的 爱丽西亚说她也不想的 是丈夫非要把孩子带回家 这孩子一直哭 哭得她心烦意乱 还说是塔菲塔法官叫她这么做的 原来早在第一次开庭时 塔菲塔就私下暗示凯伦 说这孩子都这样了 继续抚养 只会拖累凯伦的家庭 不出弄死算了 辩护律师也是懵逼了 为了撇清关系 她悄悄地告诉警方 刚刚凯伦告诉她 塔菲塔还建议过凯伦去看心理医生 以确保类似的悲剧不会发生 塔菲塔早在第一次庭审期间 就建议凯伦去看心理医生 说明她早就知道凯伦不正常 爱丽西亚的中毒不是意外 基本如此 她还是判决凯伦无罪 因为塔菲塔从而喜欢偏袒 阶级更高的一方 凯伦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女性 而四岁的爱丽西亚 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孤儿 这可是一级重罪 塔菲塔必须要对爱丽西亚的死负责 艾叔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逮捕了这个老东西 罪名12级协助谋杀 可是发光姐还是太年轻了 玛丽早就提醒过她 官官相护 法官怎么可能审判自己的同事呢 这位新法官 不但狠狠训斥发光姐是无理取闹 还解除了控告 顺便向塔菲塔道了歉 发光姐还是不死心 她第二次发起了诉讼 并申请换了个相对中立的新法官 凯伦为了脱罪 自然将过错都推给了塔菲塔 说是塔菲塔教唆自己杀了孩子 塔菲塔也没想到 猖狂了半辈子的她 居然有朝一日坐上了被告席 塔菲塔承认 自己私下与被告交谈 确实有为职业道德 可她不承认教唆杀人 还说自己从业30年 不就犯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而已 她似乎忘了蹲了十年冤狱的西沃 低阶层的女人 在她的眼中形同荡妇 因为穷 所以西沃是个坏母亲 因为富裕 所以狠毒的凯伦就是个好母亲 你明知道凯伦会再次犯罪 为什么还要暗示她 面对发光姐的步步紧逼 塔菲塔在情急之下 终于承认了暗示过凯伦的事实 最终 12名陪审团一致认定 塔菲塔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新法官说道 这次庭审把我们的法律系统最好的一面展示了出来 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缺点 我真诚的希望以后 这些缺点能被纠正过来 暗示了塔菲塔就是法律系统中的那颗毒瘤 塔菲塔将被暂时扣押 直至判刑 据说政府已经要求司法委员会 彻查她过去30年审判的所有案件 此刻的她 落寞得如同东边刚升起的太阳 出生东西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中 西沃的冤案 是基于1989年7月9日 发生在帕特里夏斯托林斯身上的真实案例改变 她的孩子也是死于罕见的基因病 却被老旧的检测仪器误判成防冻液中毒 直到她入狱的三年之后 帕特里夏才在检察官的帮助下得到了平反 1993年 她的故事被改变成了电影《天伦血泪》 艾术的扮演者克里斯托弗·弥洛尼 就在那部电影中饰演孩子的父亲 此外 塔菲塔法官的扮演者 是1933年出生的老牌绿燕 汤姆·斯卡里特 有时候还记得她是1979年 上映的异形中的船长道拉斯 也是那部电影中第三个被杀的角色 她还在1986年 阿汤哥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中 饰演毒蛇教官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